欢迎大家来到小明之家乃乐生活 带你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加拿大 我们还是根据A同学的 从5月1号入境温哥华的沿途记录 来进行一个入境的播报 A同学的航班是5月1号早上10点钟 上海浦东加拿大航空公司飞温哥华 所以他一早就出发前往机场 一般来说国际航班的提早两个小时 这个是常用的 就普通情况之下 其实你只需要准备好护照 还有枫叶卡或者说签证 等沉积入境身份的文件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因为是新冠疫情非常时期 所以你还要准备好 其他一些跟新冠疫情相关的一些准备材料 首先第一个就是 中英文都需要加盖红章的一个核酸检测报告单 这个是中国海关 加拿大海关他们都需要都要查看的 然后你在微信里边之前会收藏的一个海关旅客指尖服务的一个小程序 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个小程序里边呢 你填写一个出入境的一个卫生健康申报表 而且它的有效时间只有24个小时 这个在我们上一期已经说过了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下载arrivecamp这个app 然后提前48个小时你要申报所有的相关问题 然后保存这个程序给你生成的一个编码 第四个呢就是隔离酒店的一个预定的邮件 第五个呢就是lifelapse这个程序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预先的一个注册 就是这五个东西呢都能够提前做好 那就万事俱备指前东风了 根据A同学的经理 到达了浦东机场之后呢 因为隔离政策还有加拿大疫情这些影响呢 整个浦东机场显得人是比较人是比较少的 那A同学他就调出了海关旅客指尖服务 直击柜台呢 他需要看你在海关旅客指尖服务这个app 出入境健康申报所生成的一个二维码 以及盖过红章的核酸检测报告 才会帮你办理登机业务 确实目前出入境的人不是太多 所以飞机上人也不会很多 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呢相对来说也会大一些 虽然飞机上都会提供餐食啊饮料啊 但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随意的吃东西 喝东西小命要紧 过了十个小时之后呢 飞机顺利的降落在了温哥华机场 然后如果你是用那种登陆的机器入关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不需要排队的 当然用机器入关的话 一般来说只会提供给移民和公民使用 如果你是旅客或者说是工签或者说学签的话呢 一般都是要经过海关的海关你需要提交一些什么呢 同样还是需要提供盖红章的英文版的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报告 arrive cam它编码的一个截图或者说是邮件 隔离酒店预定的一个邮件啊护照等等 你可以一并交给海关的官员 过了海关之后呢 然后你就要去提取行李进行一个机场的一个检测 当然了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签啊 还有那个呃陪读签的家长们呢 可能第一次进加拿大那肯定要去移民局一次 你要到移民局把你的那个学签换成一个叫study permit 家长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申请一个visitor record 也就是说等于说是续签了 等这些全部结束之后呢 你还要在机场内进行一个机场的一个核酸检测 当你的核酸检测结束之后呢 机场的人员呢会给你一个小盒子 然后就会告诉你在你隔离期间呢 他们会来进行一个上门检测 大家可以看一下检测盒就是像这样一个蓝色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的A同学就出了机场 机场门口呢会有机场人员会询问A同学他住在哪个酒店 他是住在travel lodge hotel 那机场人员就告诉A同学到这个酒店 是没有来回的巴士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A同学他只能够打车去酒店 但是如果你打车去酒店 你只要问那个出租车司机拿一个票据 酒店会把车费呢 然后退还给你 果然A同学到了酒店之后 问了酒店的前台 前台说会把车费打回到A同学的信用卡上 当然了反乘的车费 也就是说等你结束完三天的酒店隔离之后 你要再打车回机场的 这个车费酒店是不报销的 根据A同学的经历 便宜的酒店真心房间是有些旧的 餐饮也不是非常可口 但是还是这么个问题 因为你刚刚到北美 有一个导时差的关系 所以将就一下咯 从机场登陆开始 A同学就需要每天在arrivecan这个APP上 打卡回复是否有新冠症状 直到14天的隔离结束为止 基本都是每天早上8点钟 就会有邮件来提醒你 然后你就可以登陆这个程序 登陆这个APP进行打卡 A同学入驻了第二天 就收到了一个机场的一个检测结果 但是碰到了一个小状况 因为遇到了它的样品的一个泄露 只能重新采样检测 实验室就给A同学打了电话 跟他说他们会到酒店来进行一个检测 果然实验室的人5月2日就到了酒店 来进行了重新的采样 5月3日凌晨结果就出来了 其实如果你早一点拿到检测结果 你可以是提前退房的 但是预先支付的这三晚的一个隔离费用是不会退的 所以我们的A同学还是选择住到了5月4号 住满了三晚 导好了时差 然后就慢悠悠的去温哥华机场搭飞机来去它的最终目的地 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说 A同学在加拿大的最终目的地是萨斯卡车温省的萨斯卡同事 好这样差不多就是A同学就基本上是顺利完成了温哥华这边的一个通关 然后完成了14天当中三天的一个强制的酒店隔离 ASH Peanut I I I